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先生 你好啊 這次拍同一個導演演戲 你怎麼說的局勢是怎樣的 首先我要和導演講一聲對不起 因為我甩了兩早的通告 因為那天我心情不太好 因為我爸爸急病過身 所有人都不去導演場 希望導演原諒 可以說一套電影 現在心情上有壓力嗎 盡量不說我就OK 如果說就比較辛苦 你們問回我電影裡的東西 那這角色是怎樣的 是四姊妹之中看起來最柔弱 最被人欺負的 但是她心藏不露 為什麼心藏不露 其實是有錢人 那四姊妹 那媽媽快來死了 所以遺產裏面說的話很重要 所以他們很想知道 大家都做很多手腳 這樣 那心藏不露的性格 像不像你自己 她又不知道 哦 人家說什麼 老虎 什麼 像老虎 老虎又是豬的 你叫什麼 扮豬吃老虎 對 扮豬吃老虎 對 不是啊 扮豬吃老虎 很聰明 鱷魚頭老身體 我叫回一對 是的 但這次對手 和誰是誰 欣欣姐 和三個姐姐 欣欣姐化妝很大膽 我覺得 可以化一個三個小時的妝 然後回家下了三個小時 我真的很懷疑 那妝是不是很特別 你喜歡化三個小時 化不化三個小時 我不知道 但是回家下了三個小時 這一下才有魅力